有功夫就會有財富 歡迎收看功夫期貨 我是齊王傑帥 各位親愛的同學們 如果你們想要學會技術分析戰勝期貨 現在就可以拿出你們的手機 掃描影片中的QR Code 或者透過LINE ID直接搜尋小老鼠A957 直接加入傑帥的功夫期貨粉絲團隊 跟著傑帥一起來學功夫 在收看傑帥的直播節目時 請各位同學務必記得幫傑帥一個忙 請記得幫傑帥按讚訂閱以及分享 如何按讚訂閱跟分享 我簡單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這是各位觀賞影片的畫面 在左下角這個地方有個按讚的符號 請各位同學動動你們的手指頭 給傑帥點一個讚 要如何訂閱傑帥的節目 右下角這邊有個訂閱的小鈴鐺 同樣的請各位同學動動你們的手指頭 把這個小鈴鐺點擊下去打開之後 就可以成功訂閱我的節目了 身邊有操作期貨跟選擇權的親朋好友 可以利用影片正下方的分享鍵 把我的節目分享出去 今天是6月6號 這個台北股市在這個連續假期之後 開個小高 接著呢 出現了一個上衝下行的行情 最後收盤的時候 期貨跟現貨都同步上漲 我們來回顧一下 整個6月期指今天的行情變化 首先今天6月期跳空開高之後呢 先往上衝到最高點來到16646 接著再灌殺到今天的最低點16463 然後再出現一個大反彈的行情 來到了16648 最高跟最低的區間 今天大概有1%多的行情 185點 各位可以看到今天的行情 基本上可以這樣說 有一段往下殺的這段行情 大概也是180點左右 往上衝的這段行情 也是180點左右 這個叫上衝下行的區間震盪盤 兩段180點叫做360點 但重點是 要怎麼樣把這360點 變成真正的鈔票呢 當然你必須要能夠看懂 今天的行情 才有機會把行情變成鈔票 所以在今天這個操作的技巧上 你一定要能夠看得懂 而且你一定要能夠掌握到它的節奏 你才能夠把這個行情變成鈔票 那要如何把行情變成鈔票 我講過了 有功夫自然就有財富 所以節目一開始 我們會透過大盤的線型 先來解析一下 今天的行情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走 為什麼會這樣變化 然後 接著我們再來跟大家分享 大盤接下來的行情 到底會繼續往上攻呢 還是會拉回修正 在這地方我們都會做一個 很清楚的一個說明 那當然今天還是會跟大家來分享一檔股票 到底這檔股票可不可以買 該不該賣 什麼位階可以買 什麼位階可以賣 我想每一天的節目 我們現在又增加了股票 這些之後 同學們 如果你有任何一檔股票 你想要提問 你想要問結帥 都歡迎你 加入我們的功夫奇卧粉絲團隊 來詢問這個結帥 好的 那我們節目一開始先來講大盤 大盤今天 到底要怎麼判斷 你才能夠看出他一個真正的一個方向 我講過了 要判斷大盤今天到底是多方控盤 或者是空方控盤 你一開盤 你就要先觀察他的位置 只要他能夠站上五日均線 基本上我講過了 能夠在五日均線之上 這個就是屬於多方控盤 在五日均線的下方 這個叫做空方控盤 接著我們再觀察 期貨開盤的成交量 就可以大概抓一個方向出來 在這個方向抓出來很重要 如果方向沒有辦法很 客觀的把它抓出來的話 你操作期貨就等於怎樣 瞎子在摸下 又拆的 憑感覺這個都不行 這個勝率大概只有一半 因為你在賭行情 但是如果配合技術分析的話 你的勝率可以拉高到八成 好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今天大盤開盤的位置導播拉近 開在這個地方 他今天開高18點 開盤的時候 剛好很勉強的在五日均線之上 所以今天基本上 這根K棒 他還是 站在五日均線之上的情況之下 還是多方控盤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們先確認他的方向 加權指數開高18點 在五日均線之上 我講過了 只要能夠在五日均線之上 不管開高開低 這個都是屬於 多方控盤 好 那多方控盤之後 第二件事情就要看什麼 6月期止 開盤的成交量 成交量非常重要 雖然多方控盤 但是能不能在一開盤做多 以及做多要注意什麼事情 我想這個都牽扯到 那個 他的一個成敗 所以這個6月期止 開盤的一個成交量 會讓你知道說 開盤這個多 到底是可以直接多 還是要 逢高再 逢拉回再做多 或者是 逢高要放空 這些都是一個關鍵 那我們就要看一下 6月期止今天開高57點 他竟然爆量大概快2000口 如果說今天再開盤去做多的話 基本上是可以的 但是 要注意 只能跑短線 因為他開盤爆量大概2000口 不到2000口 很接近2000口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今天這個期貨 他開盤的時候大概在1800 1900這附近 我有去看 所以這個開盤 可以做多 但是因為很接近這個2000口 所以基本上 開盤這個做多 你只能夠搶個短線 等拉回再做多 還是最佳的一個策略 各位 今天有沒有拉回 有啊 拉回到16463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做多當然是最安全的 但是早上能不能做多可以 但是你只能跑短線 所以短多之後出一趟 等拉回之後再做多 就是今天最佳的策略 那所以說今天基本上 短多上去之後 其實也可以在這個高檔地區 如果你能抓到這個轉折的話 也可以逢高放空下來 所以這個答案就出來了 那到底大盤接下來會怎麼走勒 往上還是往下勒 我們就來看一下MACD 我講過 這個各位同學如果說 想要了解大盤的趨勢的話 MACD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 技術指標 為什麼 各位你看 17700我講過多少遍 為什麼這裡不能買 因為 MACD已經出現死亡交叉 整個拉遠 讓大家看到這個點數 我們比對下來這個叫17700 這裡叫死亡交叉 各位同學有買賣 有買賣股票的 你必須要知道大盤 到底是在高檔還是在低檔 如果 大盤在高檔 那股票 就要賣 股票千萬不要再追高 如果在這裡去追 股票去買股票的話 你基本上這個2000點你一定會住套房 對不對沒錯吧 那來到這裡為什麼可以買股票了 你看 這個MACD告訴我們這裡出現黃金交叉 很明顯嘛對不對 155616過後沒多久 他就出現一個黃金交叉 那在黃金交叉出現之後 我每天都跟大家講 目前是在多方趨勢 非常的明確 那這邊說明我每天也都是 幾乎是一樣的 MACD的柱狀體持續在零軸上方 MACD跟DIF持續黃金交叉 多方趨勢還沒有改變之前 如果你要做空 拜託 只能做當充 不要去流倉 基本上流倉的話 你的壓力跟風險會很大 上個禮拜有個夜盤 是不是大漲 如果說你硬要跟他流倉 這個空單的話 基本上你會發現這個盤你會做得很辛苦 而且你也會覺得很難做 會覺得很難做的原因是因為你沒有賺到錢 甚至你可能會產生虧損 你才會覺得難做 如果你順著這個趨勢 去做多 然後逢拉回去做多 基本上這一路漲上來 你的多單會賺得很輕鬆 而且你會操作得很快樂 因為你會覺得盤很好做 為什麼盤會很好做 因為你做對方向 當你做對方向的時候 你自然就會覺得盤好做 那當然覺得盤好做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你賺錢 所以目前的趨勢 我還是要告訴大家 還是在多頭 還沒改變 千萬不要去摸頭 千萬不要去摸頭 但是各位可以觀察一下 這一條線 這一條線叫季線 如果來到季線這個地方 基本上多單可以 考慮先出一趟 因為季線是一個多空決戰的一個分水嶺 來到這裡多單可以先減碼 可以先觀察一下 那當然今天為什麼開盤沒多久之後他會拉回 為什麼會這樣 來各位我們來看KD指標就知道原因了 來KD指標的K值低值RSV在上個禮拜 連續假期的時候他已經來到80這個超買區 我跟大家講過 只要各位看到這個KD指標來到80以上 一定要注意 很有可能 已經出現了一個高檔 來到了一個高檔地區 高檔地區隨時都會有賣壓 只要有賣壓他就有可能拉回 那今天開盤也是在哪裡 高檔區 還是在80這附近 所以基本上他容易開高拉回整理 但是這個支撐我們還是可以看一下月線 月線的支撐在16,200這個地方 還非常的穩健 所以如果說想要等拉回再來買股票的話 可以考慮這個點位16,200 所以以上 是今天大盤的一個整個方向 為什麼今天開高之後 他拉上去沒多久就殺下來 因為KD指標來到高檔地區 他必須要消化一下賣壓 但是整個大盤的方向有沒有變 沒有變 還是一樣在多頭 主要原因是MACDA 他還是一樣持續黃金交叉 所以今天基本上就出來了 如果說今天開盤的時候要做多 基本上你就做一趟短多上去 然後在高檔地區把它賣掉 那怎麼知道這裡是高檔 等一下我會告訴大家 高檔區區賣掉之後來到這個低檔地區 如果你有放空的話要補掉 然後再做一趟多單上去 就會形成了今天完美的操作 好 這是今天 大盤跟期貨的部分 那股票的部分 在上個禮拜有個同學 提出了一檔股票 我在這邊直播直接跟大家來做一個分享 有一個同學 也是會員 他提問了一檔股票叫台辦 這檔股票叫台辦 5425台辦 這檔股票 今天 跌了0.4元 大盤明明表現不錯 為什麼今天這台辦 他漲不上去 好像整個盤都悶 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其實 光看這個報價我講過了 同學如果你是看報價在做股票的話 你永遠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我講過當你有技術分析加持的時候 你可以很輕鬆的把他衣服脫光之後 就知道這檔股票到底是在高檔還是在低檔 比如說像台辦好了來我們來看一下 台辦前波的高點我們都知道在93塊對不對 我們底下不要看 底下不要看你就看這樣 這個93塊事後你才知道說這也是高檔 能不能在當下就知道他也是高檔 或者說能不能在 65塊來的時候知道這也是低檔 這個事後我們都知道65塊可以買 93塊可以賣對不對 問題是有沒有一種方法可以讓你在65塊來的時候你會很清楚知道可以買 有 就是看KD指標 我講過了 KD指標是一個很棒的一個工具 為什麼 因為他可以幫助你判斷這檔股票 到底現在是在高檔地區還是在低檔地區 什麼是高檔地區什麼是低檔地區 我們一般 用肉眼是看不出來的 但是你有了KD指標之後你會發現 這裡是低檔地區 為什麼 因為65塊已經來到了20以下的 超賣區 來到超賣區代表說他已經超跌了 超跌代表說這65塊他就是一個安全的買點對不對 那買完之後老師到底哪裡出我怎麼知道 沒關係你不知道沒關係看一下這裡 這裡叫KD指標來到哪裡了80以上 有沒有看到這裡在20以下 20以下買進 來到這個地方已經來到80很明顯 這個地方80以上之後你看到93塊 基本上你就可以賣一趟 賣一趟 就算你93塊沒賣這裡出現死亡交叉 一定要賣 因為這個叫MACD 所以你只要看MACD跟KD指標基本上 這個股票的高低位階你就可以一眼看穿 好那最近的低點在78塊 為什麼可以買 很清楚嘛 來到20以下我教過大家20以下 只要股票他跌下來你只要看到KD在20以下 基本上你都可以進場做一個買進的動作 那今天為什麼漲不上去了 上個禮拜已經來到80了 所以這股票為什麼漲不上去他有原因 來到高檔地區他要漲就有點難度 來到低檔地區他要跌也會有難度 所以來到低檔地區 不要去殺低不要賤賣你的股票 來到高檔地區不要去追高你的股票 投資朋友 買賣股票最忌諱就是追高殺低 如果來到高檔地區 你還進去買的話 你當然賺不到錢 三頂上完有誰能贏 對不對 那當然如果你能夠 輕易的知道他是底部的話 底部進場 不贏 也難 對不對 所以在這地方你必須要有一個方法 去知道說股票現在的位階到底是高還是低 那以台辦來講的話 這檔股票我現在不會買 不會買的原因是什麼 我已經很清楚告訴你 他已經來到80以上的一個所謂的 超買區 這裡我不會去追高 我會把這個台辦賣掉 再去找下一檔股票 找什麼樣的股票 股票的位置在 KD指標20以下超賣區的股票 這個叫做底部浮線的股票 我才會去做買進 好 同學如果說你有任何股票的問題 我再講一遍 你可以掃描影片中的QR Code 直接加入結帥的功夫期望 粉絲團隊 來詢問結帥任何股票的問題 當然加入這個我們粉絲團還有個好處 什麼好處 我講過了 結帥每一天其實在盤中 都會做一份大盤的研究報告 這份技術分析研究報告 我講過了 我希望能夠跟全國的同學來做分享 那這個分享我不收任何一毛錢 我完全是做公益 那同學如果你要免費得到他的話 只要做兩件事情就好 來 首先第一件事情加入功夫期望粉絲團隊 你就有機會天天免費取得技術分析資料 那要怎麼加入功夫期望粉絲團隊 很簡單掃描右邊這個QR Code 各位這個QR Code 或者透過LINE ID直接搜尋小老鼠A957 先加入結帥的好朋友 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你加入好朋友 結帥的東西 技術分析的資料 以及你想要了解任何一檔股票 結帥都會在這個功夫期望粉絲團裡 跟你做一個回答 並且把資料跟你做免費分享 那當然加入好友還不夠 你還必須要在加入好友之後 傳個貼圖給結帥 或傳個訊息給結帥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很多同學加入我們的群組 從來沒有傳過貼圖給結帥 也沒傳過任何訊息給結帥 結帥絕對不曉得你加入 你懂我的意思嗎 也就是說 你加入LINE之後 如果你沒有傳貼圖 你沒有傳訊息 結帥根本看不到你 結帥看不到你的情況之下 我請問你 我如何把資料給你 我沒有辦法傳到你手機的LINE 因為你沒有傳任何貼圖 我們現在出去外面 跟朋友加LINE 也都要先傳個貼圖 知道說你加入我 這個就是你 你懂我的意思嗎 那這個邏輯用在LINE也是一樣 你加入我的LINE之後 你是加入了 但是如果你沒傳貼圖 我看不到你 我就沒有辦法把這個資料 傳到你的手機的LINE 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記得加LINE之後傳個貼圖 那以上 那今天的這個技術分析 到底能不能運用在起貨的操作上 當然可以 我們就開始來看 既然 今天一開盤的時候 我講過了 今天一開盤的時候 它是屬於多方控盤 可是又因為成交量爆量2000口左右 所以這個基本上開盤的時候 如果做多的話 就只能夠短多應對對不對 我們再看一下走勢圖 沒有錯 開盤是可以做多沒錯 一開盤可以做多沒錯 但是這只能夠 賺有賺就要跑 如果沒有跑的話 你這多單就會停損掉 原因就在於這裡 6月期止開高57點 爆量將近2000口 接近2000口 不到2000口 所以這個開盤可以多 但是只能夠短多應對 以免 你這個多單 該賺的沒賺到之後 又變成 賠錢 出場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的實戰操作 首先今天8點50分 這個 趨勢 既然是多方控盤 所以我們今天就順勢操作 一開盤 大概5分鐘左右 我們就試駕做多 來看一下我們的價位 6月期止爆價 16618附近 收訊之後不管價位多少 試駕做多 兩口大台紙 來 這是我們今天8點50分 全體會員的一個訊息 在618 我們就多單 直接 進場 但是進場之後 我講過 只能夠怎樣 開盤只能夠怎樣 短多應對 所以我一定要代出 對不對 這個沒有代出的話 很糟糕 會停損掉 那各位來看一下我到底有沒有代出 這個是8點50分 我們進場之後 8點51分 你看一下 提醒 市價多單不管成交的價位多少 我們都建議短線操作 是不是要短線操作 那在哪裡出 16645停利出場 各位同學 這個16645出得漂漂亮 請拉近 出得非常的漂亮 因為今天的兩個高點 一個叫646 一個叫648 不管是646或648 這個都是今天的高點 那今天這個結帥進場 講做多之後 我們就請會員在645把它出掉 是不是出得很漂亮 雖然這個點數賺得不多 54點 但是重點是在這個點位 出得實在太漂亮 那同學一定會問說 老師 你這個點位確實出得很漂亮 那你的依據到底是什麼 各位 我怎麼知道645要出掉 難道 我能夠預測 高低點嗎 我沒辦法 我沒辦法 但是我的系統 有辦法 我的系統每天在一開盤的時候 它會去精算 高低轉折點 所以在今天早上 你說我這個 16645是怎麼來的 我直接告訴你怎麼來的 來各位同學 請拉近看這裡 這個地方叫短線轉折 空點 遇掛做空 16645 這是我們系統算出來的點位 你看到沒有 這個16645跟我發給會員的點位 是不是完全 一模一樣 來 市價多單 不管成交價位多少 建議短線操作 16645停替出場 這個16645跟我們系統 所算出來的點位 完全吻合一模一樣 所以我的依據就是來自我系統 所算出來的高點轉折 那當然 把多單出掉之後 你說你想放空 如果你有這套系統的話 你就會在16645去放空 各位同學 16645不管是在這裡空 或在這裡空 通通都有錢賺 對不對 那第一趟這個放空下來之後 有180點左右的一個價差空間 那當然 這裡可以算出高點轉折 系統能不能算出低點轉折 來我們再來看一下 可不可以 不要 講太多 我們直接看證據就好 既然可以算出高點轉折 低點轉折 當然也能夠算出來 那今天的低點轉折 我們的系統算出來叫 16470 我們來核對一下今天的這個台子期的低點 台子期今天最低點叫 16463 我們的系統算出來高點在645 低點叫 470 各位同學 做空停曆看支撐 有了高點之後 又有了低點之後 在這裡做空在這裡回補 你就可以拿下350點的空間 當然如果你有大碳級期貨系統 你今天拉回 還可以再做多一趟 也就是說 今天的所有的動作 一開盤可以短多操作 等拉回之後 到16470 你可以再做一次的多單 各位同學看一下今天走勢圖 開盤做多 漲上去賣掉 然後放空下來 再做多上去 一段 兩段 三段 今天最精華的行情是不是完全就是要這樣操作 對不對 但是你如何得知這個點位空 這個點位多 當然你要有一個好用的工具 來告訴你這些轉折點 要不然你怎麼可能去精準的抓到這個高低轉折點 對不對 那做多之後到收盤 我們來算一下 來 11點半 提醒會員 所有軟體的操作點位 我們都只做當充完全不流倉 只要沒有打到停損 我們一律收盤價出清 明天再操作 各位同學 早上一開盤先短多 拿下54點 接著高檔地區放空下來 350點 最後 低點轉折 16470 再做一趟多單 收盤價賣掉 264點 把三筆機會交起來 他叫664點的機會 各位同學你今天做對了嗎 如果沒有做對的話 我認為 問題不是在於行情 問題是在於你還沒找到方法 或者說 問題在於你沒有一個好用的工具 來幫你去精算這個高低轉折點 所以我講過了 有工夫自然就有財富 可是沒有工夫的時候怎麼辦 沒有工夫沒關係嘛 你至少要有工具嘛 工具可以幫你節省很多計算的時間 你就不用在那邊拆 不用在那邊憑感覺操作 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的 這是以上今天的日盤的部分 那當然同學可能說老師啊 上個禮拜的夜盤好像非常的精彩 可是我 晚上 或者是白天我都不能盯盤 那我要怎麼樣把行情變成鈔票 其實講到不能盯盤這個問題 一直以來都是很多同學的一個 最苦惱的一點 你不能盯盤又想賺錢 那到底怎麼辦 如果你不能盯盤又想賺錢 你一定要有方法有工具來幫你盯盤 我講的沒錯吧 你不能盯盤有工具幫你盯盤 他告訴你可以做了 你再來做 這是不是也是一招 對不對 所以 為了要幫助不能盯盤的同學 我這個大碳級期貨系統 特別 研發出這個聲音提醒功能 這個聲音提醒功能就是說 我們有任何的動作 做多也好 放空也好 停力也好 有任何的訊號出現的時候 我們的系統都會 有聲音提醒的這個功能 來告訴我們的用戶 可以進場做多 可以進場放空 該停力出場 那我想 現在很多人 都是手機 隨身攜帶 我們的系統也可以裝在手機裡面 只要你把系統安裝在手機裡面 然後打開聲音提醒功能 你就可以走到哪用到哪 而且因為有聲音提醒功能 有任何訊號出現的時候 你都可以怎樣 聽到聲音再去做動作 那各位就可以看到 聽到聲音再看訊號做動作 你就不用盯盤了 那我們系統代進代出 輕鬆操作 那做法有兩種 我都來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首先第一個方法 跟著碳級箭頭進場 當你看到紅色箭頭向上 多單就直接進場 很簡單吧 當你看到綠色箭頭向下 空單就直接進場 這就是做法 然後當你發現 停力提醒的時候 基本上就可以獲利了結出場 好的 我們再看一下上個禮拜 這個夜盤的部分 跟今天日盤的部分 所有的交易訊號 我們都公開揭露 那各位請放心 我們的當充指標只有一個 所以我不會說只拿對的出來講 我們所有同學所看的當充指標 跟我在節目上所講的畫面絕對一樣 那我們看一下上個禮拜 上禮拜的 第一個交易訊號 夜盤的第一個交易訊號是做多 這個做多沒有 沒有獲利 因為行情橫盤整理 但是來到半夜的時候 這裡出現一個放空訊號 這個多單賣掉之後反手放空 放空之後這裡有出現一個停力訊號 這一趟短空你可以賺 35點 做一趟短空可以賺35點 接著 再來下一個訊號 再等下一個訊號 下一個訊號出現箭頭向上的時候 跟著做 來到尾盤的時候出現停力訊號 把多單賣掉 可以賺幾點 84點 也就是說上禮拜的夜盤有三段交易的機會 第1段沒賺錢 第2段小賺35點 第3段小賺84點 各位 這三筆交易的結果你可以賺100多點 那當然就算在 上個禮拜 的夜盤 你如果在睡覺你沒辦法盯盤也沒關係 打開聲音提醒功能 當這個訊號出現的時候 他會出現叫聲 叫你起床 進場放空 這裡出現停力訊號 他會叫你起床 把空單補掉 一樣的來到這裡的時候 系統會出現叫聲 叫你起床做多 來到這裡系統一樣會出現叫聲 請你把多單賣掉 拿下84點 拿下35點 那今天 這個短多他沒做 我們的系統直接在高檔地區放空 放空一趟下來之後95點 又輕鬆又簡單 所以今天的日盤 其實我們的系統按照箭頭操作 按照停力訊號出場 基本上你可以在今天早上高檔地區放空一趟 拿下95點的機會 又輕鬆又簡單 這是第1種做法 那還有沒有第2種做法 有 跟著探情信心進場 當你看到多單停力訊號代表行情已經漲很多了 當行情漲很多的時候要做什麼事 當然就要放空了 對不對 而不是去追高 那當空單停力訊號出現的時候代表已經跌很深了 跌很深就不要再殺低了 這時候就可以在低檔地區做多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上個禮拜五 各位剛剛看到是這一張 我們把畫面換另外一種操作的方式 跟著探情信心來操作 你會發現賺更多 來這個地方是放空 這裡是空單停力訊號 空單停力訊號出現的時候要做什麼事 低檔地區做多 對不對 來到這個地方多單停力出現的時候把它賣掉 177點 那上個禮拜 夜盤的時候 你應該留什麼單 留空單 因為這裡已經出現了多單停力訊號 這裡留空單今天開盤的時候又出現放空訊號 你可以再加空 各位同學這裡放空 這裡補掉今天怕死人 你做一趟隔日沖 端午節前夕做一趟隔日沖 你可以享受到231點的獲利機會 當然這裡你可以加空 所以跟著這個 停力訊號來操作的話 你會發現 也可以很輕鬆的把行情變成鈔票 那當然今天來到這第一檔地區 逢拉回可不可以買進 可以啊 因為這已經出現空單停力訊號 你在這裡做多來到這個高檔地區 還有179點的空間 這全部三塊加起來就已經500點了 所以同學怎麼抓轉折 只要跟著探情信心來操作 你就可以輕鬆的抓轉折 那我再講一遍了 同學過去你不管使用過很多套操盤軟體 如果一直沒有辦法賺錢的話 代表你的系統不夠專業 那到底什麼樣系統才叫專業的操盤系統 很簡單 第一個你要一看就懂 你不能拆 如果需要用拆的話 那這系統就不及格了 那我們的系統完全讓你一看就懂 也而且不用拆 而且只有一個指標 方法穩健固定 只有一個指標當然方法穩健固定 在上個禮拜端午節的時候 結帥推出一個活動 受到很多好朋友的一個熱烈的支持 在這邊結帥 感謝大家的支持 歡慶端午加節 破盤價299 大探集期貨系統 期衝訊息選中訊息 我們是不是開放55個 那這55個名額 現在已經剩下不多了 我們在這55個名額結束之後 這個活動就結束了 還有幾個名額請同學一定要好好把握 直接把電話撥通就可以了 0800370888 那如果你想問股票 或者是想要天天取得結帥的技術分析資料 結帥在節目快結束之前 再提醒大家 記得加入功夫期貨粉絲團隊 你就可以天天免費取得 技術分析資料 並且在加入功夫期貨粉絲團隊的時候 你有任何一檔股票 你想問結帥的 譬如說你想問台積電 你想問穩帽 你想問創意 想問郁靜光 隨便你問 你想要了解哪一檔股票 都親菜檸檬 只要加入我們的群組之後 你就可以免費來諮詢這個股票 到底現在是在高位階還是在低位階 可不可以買 那我會在直播節目中 跟大家做一個直接的一個分享 好請同學加入QR Code 掃描QR Code 或透過LINEID加入好友 記得加入好友之後要傳個貼圖或訊息 才能讓結帥看到你把資料傳給你 今天由於節目時間關係 我們就進行到這邊 祝福全國同學們 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同學時間再見 拜拜 拜拜 期貨市場 歸追多變 唯有實戰 才是王道 每週一至週五 下午兩點半 準時收看 五期東森財經新聞YouTube直播節目 公司期貨 有期貨大師傑帥教您硬底子 真工作 選擇